台铁泰鲁国号出轨造成重大使伤 除了协助事故受害者与家属 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华联分会 即日起也进驻华联市立殡仪馆 提供受害者及家属免费法律咨询 还有免费提供审查资格等律师协助服务 希望以法律的专业为受害者与家属带来强力的后盾 台铁事故发生至今 受害者与家属后续将要面临保险理赔 求偿以及罹难者遗产继承等问题 法福基金会华联分会会长林国泰指出 法律问题一般民众很难自己厘清 少不注意可能会丧失自己应有的权益 法福特别注点华联市立殡仪馆 随时提供咨询服务 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的 一个免费法律服务 能够来帮忙我们这些受难的家属 还有受伤者的一个相关的法律的问题 那相关法律问题呢 不外乎有对于这个加害者的一个 民事责任跟刑事责任的一个久偿跟追诉 那另外呢家属本如果说死者家属来讲 死者本身他可能还有涉及到以后的 后续的财产继承的问题 那另外可能还有保险理赔金的问题 那我想这部分都是我们法律辅助 这个所有的律师要帮忙服务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次呢对于所有受伤或者死者家属 的相关受害人呢完全都不省之力 只要您是这次事件的一个 一个受伤者或者是死者家属 我们都提供完全免费的一个法律服务 那我们在场 我们现在在场可以来立即申请 我们这个服务呢是不间断的 我们除了到礼拜六礼拜天 都还有这个免费的义务律师 在此做现场服务之外 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平常上班的时间 也有在我们的法律辅助基金会 花龄分会能够也是有现场的一个法律服务 希望能够透过法律服务 能够来帮大家解决相关事后的一个法律问题 法福花龄分会动员超过80名辅助律师 提供专业法律咨询 申请相关文件等作业 派辅助律师提供受害人法律上保障 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于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至中午十二点 下午一点半至下午五点 拨打分会电话 038-222-128免费咨询 或加官方LINE账号咨询 接着讲邦夜华联士报导